各位网友大家好 到了2021年 我一直未介绍过歌剧渣男 所以今天怎样都要 介绍一位作为歌剧渣男 2021年的头炮 这次介绍的渣男 不是来自歌剧中的男主角 而是一个大配角 他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内的歌剧 《Marone》中的Let's Go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Marone》这套歌剧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有一种觉得它很像La Traviata的感觉 譬如说一开始男女主角一见钟情 有哪一套歌剧 男女主角不是一见钟情才行 到第二幕一开始 又是他们两个就在一间房间 一间屋里面 享受二人世界来开始 后来亦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出现 再到后面 亦都有一个casino 一个赌博的场景 所以我觉得两者 其实都好像有不少的剧情相同 后来我更加知道原来茶花的原著 直接提及了《Marone Let's Go》 这个角色来作比较 我真的觉得当初我的感觉 真的正确 两个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很类似的比较 讲完这部《Marone》这部歌剧 小故事由Marone 由被他的表哥Let's Go 想带去修道远生活开始 只不过在途中 Marone遇上了男主角 他们很快就立即商暖 甚至立即私奔 但是好景不尝 他们两个的热暖期过了之后 Marone开始对Let's Go 开始有些少 因为其实她也不是什么 纯情天真浪漫的女孩子 她其实也是一个贪慕虚荣 贪新鲜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去到当有一个新的有钱人 去追求她的时候 她也最后决定离开Let's Go 跟这个新的老人一起走 当然Let's Go 很伤心 甚至去做转行 做一个传教士 同时 她跟老人走 跟了有钱人 她得常所愿 就变成一个贵妇 出现在一些上流社会的地方 后来她就无意中 从Dekiyue的爸爸口中 得知Dekiyue的近况 她又开始对这个旧情人 就很想念她 突然之间 就走了去收道院去见Dekiyue Dekiyue 她说就说去做一个收事 其实她也是一个六根未剩的收事 她一直对麦隆都放不下 对她仍有份爱意 后来她两个见到之后 又真是旧情伏次 再度起在一起 但贪慕虚荣的麦隆 又怂恿Dekiyue去赌钱 赚回一大笔 的确Dekiyue不知为何不停赢钱 赢得被人怀疑她出钱 甚至报警捉了他们两个 但Dekiyue很幸好她有她爸爸 是做一个强大的后盾 因为她爸爸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 所以很快就无罪释放出来 但曼隆就不同了 她没有那么幸好 她就要被判去流放 到去发配边疆 我相信Dekiyue是想去救她 但无论在途中 曼隆就已经死了 这个就是曼隆整个故事 我今天介绍的这位Let's go 究竟差点什么呢 他第一样差点的 就是她是一个控制狂 因为她一开始就说 要护送曼隆去修道院 其实在途中 已经不停告诡曼隆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不要看到那些男人 就要避之侧吉等等等等 你会很感受到 她很想控制曼隆 不要这样做不要做那样东西 所以也不难想象 当她和伴侣在一起的时候 她都会很控制她 譬如说你想跟其他异性出街吃饭 她一定会在这里 耳耳吵你 甚至禁止你这样做的 生活上很多 有很多诸多的限制家主在身上 所以这个 我觉得有这样的伴侣 真是很难顶 而第二样的渣男特质 就是她做起事上来 其实真的只有她说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一直都说她是去护送 曼隆去修道院 其实她一开始都说明 她当自己是一个家族明星的守护者 她就是希望曼隆去到修道院 可以乖乖地在那里生活 去清淡平淡的生活 不要有什么尖花野草 有什么丑闻发生 值此保住自己家族的声誉 说到自己 整个互惠 说得很厉害 但是她又互送到一半之后 中途就离开了 所以也令到文凶和男主角 对于有机可乘 有一个空荡去相遇相戀 甚至是一起私奔 所以某程度上 她是一个失职的人 做事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 真的不可靠 而第三样的渣男特质 我觉得她最最最渣的地方 就是她是一个好赌之徒 刚才说过她是护送 曼隆途中就走开 为什么她走开了呢 就是她要去赌 就是因为一个赌字 令到她疏忽职守 令人有机可乘 已经是很差 但是她不单单去赌一次 她去到后面的Casino的场景 一开始又出现了 又是一个赌字 她希望是赌 去吸引美女 所以看到她真的是一个 完完全全是一个好赌 是赌赌 是赌赌 是赌赌的人 其实赌赌的人很多时候 也是成为家庭破裂的一个 很常见的成因 经常听到有些新闻 家庭破裂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男人很喜欢去赌 拿了家庭的钱 没了钱 老婆 找回来的钱 都全部拿过大海 赌赌 之后 又要回来 找钱 拿不到钱 就要打老婆 打子女 等 加草币 导致家庭破裂 所以 一个这样的人 怎可以信得过 还不是一个渣男 综合了三个渣男的特质 我会给她的就是四个渣男 2021年第一集的歌剧渣男 就到此为止 未来2021年 我都会继续不停介绍 不同的歌剧渣男 给大家认识 引以为鑑 如果大家想到什么渣男 或者对文童歌剧 或者刚才我所说的渣男 特质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地方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